那個不可行的政策,神仙也放不了他嘛 需要很明確地說,依照中華民主的憲政體制 是總統權力的政策,然後他去找人去執行他的政策 我很明確地說,我對蔡爾普希現在的兩岸政策我不放心 我也不認為他的政策會可以人對岸 能夠坐下來處理兩岸事件的紛擾 因此,第一個,我必須說,蔡主席不一定會當選 本人當選,我要執行我的政策 如果他要去當選,坦白講,那個不可行的政策 神仙也放不了他嘛 所以因此,您的問題很清楚 那就是,中華民國的總統決定兩岸政策 這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非常明確的規定 如果他的政策會暗不清 第二個,對兩岸的合作和兩岸的共同的這些彼此的願景 沒有研究有一個兩岸和台灣本身大家的共識的一個基礎 坦白講,是根本不可行 用一句英文這簡單的話 Not physical